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堂 现在我们准备为规零了 两点钟 现在两点半钟 为规零了 应该到那边的话 应该也是四点 四点钟左右吧 四点多点 这样就已经到了 一半人来半那一四半完了没有 半完了 这事情还是有点沙哑 要不要再去打一针 不要 现在感觉打了针好多了 不会不咳了是吧 少咳一点 然后说话说得出来了 感觉这个位置不痒了 那就好多了 像昨天你那样子咳 我都怕了 他咳是在床上 等下子真的怪到床上了 你能不能胖我脸好 真的你没见过这么咳的 咳太久会对肺不好的 咱们今天那个果也没有多少了 现在大哥他们在发了 想要的朋友们就赶紧下单 等我们下架了 明天后天 找不到了 明天应该摘一点 明天看下不下雨 今天 今天摘了一点 不知道下不下雨 今天大哥说摘有些 不知道 明天摘不摘 今天他说摘了 就把单发完 可以发的完了 看有没有果剩 明天摘 回去我学上货车 以后我要开货车 开货车干嘛 是不是 有我在 开什么货车 靠你 有点靠不住 还靠不住 那靠啥靠了住 万一你不在的时候呢 我怎么让大哥学 大哥说大梅月 还说让他学那个货车拉牛 他是一直觉得他们 他们那个路太小了 等下自己修一条 对 他想修完一条路 他再开一张货车 我们现在只是很困难 因为我们 我来带来睡点 放完了 奶奶年纪大了 有空还是常常回来看 因为年纪大了 是不是说 有些不好听的话 是吧 这一面少一面 对 这一面少一面 能进自己的义务就可以了 他们都说我特点 开车好帅 是不是帅 没有啊 有点驼背 那开车不驼背 开车我顶这个腰这样子 然后 有点驼背 反正我想喝奶茶 这边有奶茶店吗 前面有一家 买两杯奶茶在车上面喝 我能喝吗 我还咳嗽 你喝果汁就可以 我想吃西瓜 西瓜 因为现在可能是真的是我上火 发炎导致的 所以我就很想吃一些良性的东西 不能吃 你想吃的东西都不能吃 好吧 去买奶茶 你看看有什么果汁的 把果汁给你 我不要 不喝浪费钱 要买牛奶吗 不要 那你喝什么 柠檬水也可以 柠檬水 对 可是人家一杯柠檬水 几块钱不喝了回去买个柠檬 可以跑 几块钱就几块钱了 哪里有奶茶店 你要过了我们上高速了 前面有 我们现在回到平乐了 又回来了 一天的时间 真的是一天的时间了 昨天 昨天好像是 5点钟嘛 出发了 啊 回桂港那边 现在也是 4点多 又回到桂林这边了 还在打包 发货 应该已经发了一车出去了 这里没有多少单的 这里是 应该这里是200 200单左右吧 没有多少 这个是今天大哥去摘 那还有这么多是不是 还有都是中国大果的 那是大果的 中国没有啦 全部都是大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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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果没挑出来 特果没挑出来 哦 那个小小果 你把它装一下 全部装掉 晚上看一下有多少 那些都是大果的 那还有吗 你后面摘的这一片 摘一片的这 都是大果多 大果跟特大果多 连中国都没有多少了 这个 这个不是小果吧 大姐 这个是中果 中 中国怎么没有小果了 就拿中国来 那么大的 当小果卖给你们了 我就是说没有 有些是小小果了 没有小果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果没有多少了 所以呢 对呀 大姐他们找不到小果了 就是只能拿 因为要拿中国来给你们发 因为要赶紧发货嘛 是吧 等一下发推迟了 你们未说的 所以呢大姐们只能拿这些中国 当那个小果来发货了 反正就十几单 二十单吧 他就发了吧 没事了 辛苦了大姐 谢谢 这种就是小小果了 对呀 小小果我们是拿来搭秤的 这个就是中国 一两个一箱就有的 这是中国来的 没事 咱们这个是随机 随机挑给大家的 我也不懂了 谁抢得到 这一贴的幸运儿是谁 给好评 有管还给差评 好评 还说我们发的小果小的话 那没办法了 那你要买大果啊 那你想要是大的就买大果了 咱们是什么标准的果 就发什么标准的果 对 有一个朋友买个小果的时候 给我发的果那么小 哦 对那个 你要买小果 你想要我发多大的果给你 你说 不是他他买小果 他备注送礼的 我就搞我 我就有点搞不懂是不是 你拍个小果 你写送礼的 他说给我发那么小 我怎么送礼 把小果送礼 我也没话说 他们做家里太久了 买大 买特果送礼 因为我们这个单呢 每天的单 基本上每天都要发完嘛 所以呢 没有实在没有了 中国也给你们发了 就不懂哪位朋友幸运的 中国是当小果发给你们了 对不懂哪位朋友幸运的 你们就收到的 大哥累不累大哥 这几天好像沧桑了好多了 不累吧 我跟你说 祺姐刚刚还是 她是种一米 她不管祺姐说 昨天才种一半 她说种完了 哈哈 那么慢的 你看 看 那什么能速度慢吗 那就丢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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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遗憾 又一片了 笑着她不惯吗 那个时候太慢了 我还以为她去买一米种子 昨天买一米种子 但是种黄豆也很快的 丢呀一边丢一边丢一遍 撕 趕索钢扭面都很快的 一哈一哈 是吧 我去试一下 哦 我就这样子 Maintenant 丢丢丢丢丢一块 那个鸟有没有 那个鸟后面有过来吗 种种子肯定是你人家的事 男人家不会种的 哎呦 五千英超出这样点很快的 那个鸟呢 那个鸟后面有过去吃吗 没种米的时候鸟就出去吃了 昨天就是有好大一只的 真的好大一只的 一群一群的过来 那种子他们中午 中午一早晚没吃看 两个到头了 你在这里啊 没用的 这两行没有盖那个泥 吃个饭回来 一颗种子都没有 厉害的 咱们小果是没有套网套的 对 因为小果我们本身就不挣钱了 那个网套都要一两块钱了 因为小果个个头多 你放网套你根本包不过来 箱子会马上放出来 要封个快递单 你拆下面你封上面 要怎么浪费胶纸 人家有个客户说 你们胶纸不用钱的吗 但是大个人 一般我们大个呢 都是这样的 我们胶纸也要斜了呀 可以了 拉断就可以了 然后再横着风 松的 你拉一下要压一下 压压压压压压压 你看这个胶纸跳起来了 等一下它是不是就会折起来 就会翻起来 细节处理好一点 人家怎么说的 性格 决定命运 细节决定成败 是不是这样子的 从以拜了 从以拜看细节 你要吃什么补补身体 我吃清淡补什么补 这个要补了 不补 快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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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发急吐了 朋友们 咱们这一批发的是急吐的 车拦住了 咱们这下 惊订了 快递出来了 感谢观看